等這匹馬 全部馬不準備 頭場賽事4番千葉位的短途賽2 牛角仔大燕 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 競進時代同盟力量 再見到大約第三位 中間位置 有這隻龍鳳城牆 綠色衫 內蘭威武成全 外面藍衫紅帽千里進區 外面四個都騎上去 白衫紅帽就是牛角仔 再見到後一層 內蘭威進 中間二郎 外面大約 組紅衫 尾五左右 快馬飛遲 後面四隻 新獵狐者 東龍鎮 尾位置是賞心星 暫時包尾就是閃電盒 轉回直路 同盟力量佔尖 接著在第二位 外面位置千里進區 內蘭第三個競進時代 中間還有龍鳳城牆 外面白衫紅帽就是牛角仔 內蘭那邊第六島 還有威武成全 後多一層的馬 先見到中間二郎 外面追點 還有東龍鎮 鬥到最後二百多米 外面同盟力量 還是佔先 牛角仔 外面追緊上來 再見到外面蓋點的馬 還有東龍鎮 中間上回來 還有龍鳳城牆 外面有閃電盒 接近中間牛角仔先拔頭籌 跑第二名的馬 相當接近 外面粉紅衫 閃電盒 中間黑衫 東龍鎮 內蘭放頭那隻 就是同盟力量 結果這隻牛角仔 直路上面封那隻龍鳳城牆的位 都押著人家來跑 自己繞了個大彎 虧一點都一樣贏 跑第二名 是不是閃電盒的機會高呢 中間黑衫 東龍鎮 內蘭放頭那隻 就是同盟力量 投討中間 莫雅先不投籌 牛角仔最後2.1倍勝出 跑第二名 七號鏡閃電合 田太安第三名 影相說 十二號東龍鎮 以及十三號同盟力量 莫雅 蘇維妍的組合 兩倍 一路損位 都贏了 他封一封那隻龍鳳城牆 封一封 封到他就不能出來了 如果不是龍鳳城牆 應該會近很多 應該是大賽鏡頭 所以這隻閃電俠 只怕馬房 那隻馬真的沒什麼 真的不錯 有款式 這隻馬房 吻到鎖了 就有了 一層的方法 會有幾個 的方法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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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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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